我本来就是比较支持 出国这一块 原因是因为 我很黏小孩的人 所以就是他们在家的话 其实我基本上 就会把什么事情都打点好 那你叫我不做 我很痛苦 所以唯独只有他们离开 我才会不做 start 你知道吗 那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就已经是念外国学校 所以他们出国 这件事情是势在必行的 就是心里有这个准备 那很多妈妈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出国啊 他们也可以报考这边的大学 然后可能是外语系 或者是什么的 我说没有 唯独我觉得 我一定要让他们离开 不然你就会一直缠着他们 对 他们就可能真的要 就是一辈子 活在妈妈的阴影下面 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出国 是因为我儿子跟我女儿 都是在高三毕业了以后 然后都申请到同一所大学 大概经过一年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我的小孩才知道说 原来水电费是要交钱的 床单是自己不会变干净的 对 然后一个礼拜 如果你没有洗衣服 就是没有内裤可以穿 你肚子饿你就是自己住 对 然后这个垃圾你不到 它明天就是还是放在这里 对 这件事情就是要经历过妈妈不在 对不对 我就觉得说 而且因为你在家里 不整你房间就发臭啊 对 就发臭啊 对 然后你在台湾 你去外面住住看啊 谁会帮你整理 你冷静 那个就是冷静 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 一直这样 这么有同感 因为你讲的就是 跟我同样的心情 对 然后我在台湾 我就一直跟他们起冲突 我每一次经过他房间讲说 你为什么不床铺一下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一下 为什么不窗户开一下什么的 后来我就想说不行 我就让他去 一年之后变成什么事情 都可以自己做了 现在长大了就觉得有商有量 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四年 妈妈不在的时间 他们忽然发觉说 其实外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是 他们是不会帮你做这些事情 对 然后你的饭 就是永远不会出现在 你饿的时候长在桌子上 而且你讲话没礼貌 别人可能就是 就走了 对啊 就不甩你啊 骂你 对啊 那你跟你妈讲话 没礼貌 你妈还说 好啦 算了 我就哭啊 对 我就说没礼貌看看啊 你看会不会被打 没有 我现在我都是跟他们讲说 算了 我生了 我认了 我认了 就是心里会有那种不同的 但出去一趟之后 他们就发现这些事情 是要自己处理的 我觉得是渐进式 他们就慢慢地 越来越好 对 然后妈妈心里会一直偷笑 因为你每一次听到 他们打电话回来 讲的那些事情就 我早就想到 你套魔喔 不是 因为我认为说小孩子 那他们有没有后来打来说 妈妈 我们现在才发现 你真的很辛苦 很感谢你 好 大概要经过四年 才感谢你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那中间因为我也有我的过程 我也会担心他们 就是有 你因为我有偷 去找他们吧 会 可是就是说刚开始第一年 我忍着 我只是送去 不是应该第一年先陪着吗 不 你陪他 那你不是白搞了 我已经陪他18年了 就是我总要放一年的假 可是我自己有一天是在超市 就自己在那边大哭 其实我一定会哭得很惨 我就是推着那个推车 你知道那个手推车 然后推到超市 我后来只要买东西 所以我说我儿子喜欢吃的 他不在台湾 对 我的天啊 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心情是立刻忽然冷落 我就买了一包密尔回家 就是我就觉得说其他东西 都不用买了 无所谓啊 所以心情真的很矛盾 对 又是希望他们独立 就是又想念他们 而且你也知道 你不能打那通电话 你不能打那个电话去说 妈妈好想你喔 因为这个不OK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讲说 妈妈很想你的话 他也会很难过 影响到他的 对 他的心情 那我觉得就是 我敢愿 你不要 你现在在干吗 你干不 没有 你要他去 我要打给他 是相信他们只会 在那边四年 不会定居在那儿吗 事实证明一半一半 就我一个留着了 一个在身边 那时候他们两个 都集体去那个 加拿大的时候 家里就像他 你跟你老公耶 这是多么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 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 不是 因为我有看到 这个坊刚没有提这一段 不是 因为我有看到 一个新闻就说 凡哥在家里是 完全不讲话的 我想说你要怎么度过那四年 我们家三狗三猫 都是在那个时候养起来 猫多 猫跟狗都会讲中文了 不是 就很吵 就是我每天看到他 我就觉得 很不烦 很烦 真的很烦 羊烦吗 真的 凡哥啦 他就是每次改名字 你看他烦 是因为他死都不讲话 还是说你看他的脸 看到很腻 会腻 可是你不会正眼 一直看他呀 你在家里面 你会这样一直看你老公 不会 我都是用余光跟他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会忘记他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都是用余光 都会看他 我说吃饭了吗 还是要出去吃 然后我在家里吃 那你 什么 你就知道 你用余光 那你有看余天吗 你很无聊 你都会怎么接 我这样没有礼貌 如果说没有 我只能说有 有时候会也会去你家 我也只能说有 因为我看了那边的新闻之后 我就很好奇 凡哥是多不讲话 你问他 至少会回答吧 会 可是他说 然后你知道有一天 我就很生气 我说这次家已经生下 我们两个人了 我都已经养了这么多动物了 我说你再不跟我讲话 我觉得我要得那个 犹豫症这样之类的 他就说好啊 那你讲啊 我听 我说不是 我要有对话 对 要有对话 对 她说 你要不要打电话给SR 我就吃 他就吃一个名字 他就死不讲吗 没有 他就觉得 他不知道要怎么聊 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 很平静地度过这段过渡期 因为他是主持人 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 他没办法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这家 两个人是非常安静 而且他说到这个 他还跟我讲说 他说 稍微跟我讲一点话 他也不能带一点黄色 他就觉得说 我不正经 因为他有时候会讲一个什么 我就会毁他 你知道 他不是就是 黄色橡花大王吗 是啊 黄色橡花大王 你为什么在家会这样 你讲黄色橡花大 他还会指证你 对 不可能 真的 而且我跟我朋友 有时候在视讯在讲话 我们会讲一个女生 有时候会讲一些比较 女生讲 对 对 比较私密的事 他经过 他讲说 我的天啊 我真的听不下去 你们怎么这么肮脏 凡个不是很低级吗 凡个不是很低级吗 也不是这样形容吧 不是 凡个就是很喜欢 看一些有的没的的人 看黄腔啊 黄腔 以前在秀场跟朱大哥 他们都会开爆印 我知道了 他把这辈子的黄腔都开完 对 我觉得他就是爆印 所以他就很怕我会变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他有时候我在讲话 他就说 你注意你不要再讲那个字了 哪个字 就是譬如说我说 这样 然后他就说不要习惯 这样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样的以后上节目 你会习惯讲那个字 所以你在家里要讲话 很严谨是不是 对 我就会说是 老公 你要吃饭了吗 你这样有吃饱吗 天啊 好辛苦 你如果问他说 你会想要吃哪几道菜 他会回你吗 会 可是他会说 我不知道 就是很无聊的一个人 你们继续这样下去 有危机耶 我真的来讲的是前面 就是小孩子刚刚 那我们就真的度过一个 就是我生气到 我就跟我朋友自己出去 然后我也都不约他 因为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到底是 讲婚姻还是讲小孩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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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时间就是 因为小孩走的时候 都死了 像你跟老公啊 那时候真的是超级空巢 我就在想说完蛋 我这个婚姻就毁掉了 我觉得就没了 小孩子出过那两年当中 其实是 夫妻感情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孩子回来之后就好了吗 没有 就是你要度过那两年 你要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大家找一个 能够互相共同生活的方式 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还是要 让他觉得我很有趣 所以比如说我有我的朋友 我可以干吗 你可以自己出去玩 对 不用缠着他 然后他就忽然觉得 你怎么自己出去 好吧 那慢慢的 他就跟在你旁边就去了 就是要有这种 他就打开心房 会跟你们去旅游 因为男人最怕的是什么 他最怕的就是说 好了 你的小孩不在了是吧 老婆也跑了 不是 不是啦 就是你就开始要缠着我 那男人会有一个戒心 他就开始觉得说 完了 他现在没事就要 一直盯着我 他就会有一个防备心 所以你就让他那个防备心打开 他就说其实也还好 他也不会一直烦着我 然后他会觉得 他不但没有烦着我 怎么人不见了 他才会开始注意 然后他现在会跟着你们 一起出去玩 对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我们就是固定中午一起吃饭 然后他还是不讲话吗 讲话 就是 开始会讲话了 会讲话 就是讲一些 他又梦到他 你跟谁是不是 对 他还讲说 水电工 然后几次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 我真的在朋友就聚会上面 他又再讲一次 那个第一百一百八十遍的小孩 管理员的事吗 对 讲完之后 我就真的是筷子一放 我说 你可以帮我找个好一点 你这样子还你们管理员看到 我感觉 没有 这都会看到 对啊 你说我哪里更好了 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配合一点我的身高 这样之类的 所以你们管理员很矮是不是 是不是 完了 因为这样更明显的 大家经过会记得说是矮的那一个 才是凡哥梦到的那一个 好啦 我们现在赶快进入一下 对 因为是 Lala跟那个 新闻是刘台派 你们是绝对不让小孩出国 如果说像那个 秀卿姐姐那样子的小孩的话 当然会觉得很棒 就是他自己全部都派好 他都会弄好 全力支持 对啊 可是我们的小孩 都没有那么独立 我刚听完Julie姐讲 我心里想说 我觉得我送我自己出去好了 因为他刚刚是说 他帮他做好了 什么东西都弄好 那我觉得 留三个小孩在台湾我还省钱 我自己出去我可以去一两年 逻辑正确 万灵 这你老公会答应吗 反正你是为了分开而已吗 对啊 只是为了分开而已 的话 又干嘛把小孩丢到一块 你以为我没有这样想过吗 万灵 现在我老公 怎么可能会答应 老公不能跟你一起去啊 因为夫妻两个人换一个环境 那新鲜感全部都有了 对 然后小孩就 爸爸妈妈都不在 我要干嘛 就是那我们现在呢 然后哥哥就会开始 走我们干嘛弄 我去缴学费 你想太多 我去买菜 我去买菜 我们就通通喝酒 他们只会说 打掉给阿嬷 打掉给那个什么什么婶婶 现在叫他们来救我们 要跟阿嬷讲清楚 就说阿嬷 他们跟你求救的时候 你不要理他们 我跟阿嬷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阿嬷在台湾小孩就是太方便了 可是阿嬷也会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是力太足了 所以就会一直去帮他们做 你也觉得你的小孩不够独立 你为什么还是想要把他们留在台湾 因为我三十岁 二十八岁之前我没有出过国 我是二十八岁接了旅游 节目之后连续去了两年 就一直频繁地出去 第一次出去也是为了工作出去的 那我后来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 非常地不好 因为去了二三十个国家 可是我通常都要透过翻译 才可以翻译我现在想讲的 有时候就没办法及时接到 那个他们的感觉或干嘛 有时候要哭 等到翻译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哭不出了 就像秀卿姐那样子假哭啦 所以就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真的就很丢脸 而且常被骂 所以一自己被骂 就被讲说你的英文程度那么烂 怎么可以接旅游节目 所以就起心动愿就想说 去澳洲打工游学 顺便把那个语言学好一点 我第一天就很后悔 因为我第一天就被当到夜店去了 你不是很好吗 我当时 没有 我们那时候 我是姐姐 我是布丁姐姐 所以我是 我觉得很长的时间 澳洲谁知道也是布丁姐姐啊 我知道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那么长的时间 还是用一个布丁的帽子在黑上 去夜店 还是别的一个小布丁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 因为他讲连续 我想说那就是 很能喝饮料的地方吧 对 所以我就去 去了 走出去 有一个那个就是 英语学校的老师 他负责就是来接我过去的时候 他就看着我的穿着 上下打量说 就跟我轟妈说 他穿错衣服了 然后他就跟轟妈 两个人交涉了之后 轟妈就带我到更衣室 就先看我的衣服 他先翻了我的衣服之后说 意思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衣服 不是符合我要去的地方 我心想说 我要去哪里 我还拿翻译机 在那边跟他一直翻译 就是因为第一天去 我的语言很不通 然后他就打开他的那个 他就找了一件非常深逼的 我心想这是哪里 这是穿哪里 我还搞不清楚 你说你要去那边打工 对 打工游学 但是我要先去游学 你确定打工是对的吗 合法的吗 是在团队打工吗 不是 他是去玩吗 那些人 一开始先去读书 先去读三个月的语言学校 然后再去打工 那这三个月语言学校 就是有人接洽嘛 就是要带我认识一下说 谁可以到时候接洽我 然后带着我这样一段 一小段时间而已 那他拉开那个 就是找一个生V给我 因为我就说 这我没办法 就是 我就 然后结果后他就说 那这个裙子呢 哇 那裙子好短 然后那高跟鞋好高 我心想说我到底是要去哪里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我是要去夜店 后来到那里一开始很正常 十一点之前都很正常 就是觉得就是来客户 为什么他们都要穿这么少 可是等到十一点以后 他铁门拉下来之后就 后面就有个通道 就直接到街上去 像这样有 铁门还拉下来 对 我心想说 我到底是要去哪里 就有一点紧张 可是唯一让我 比较不紧张的是因为 那一个老板跟我们的公司 其实他们的认识 也是有也有透过我们节目部 就是那时候我在做节目嘛 我想要去 对 它是透过节目部序 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觉得 对 我觉得这是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下去之后 三杯下去之后呢 我也忘记 我有点 隔天起来 我有一点忘记 在下面发生的事情 你隔天在哪里起来 我在起床的时候 是在哄妈家的床上 但是我起来的时候就 我心想说 你旁边是哄妈吗 不是 没有 旁边没有人 就是我的房 就是那种 他可能是在冲澡的人 是 那是哄爸吗 快来订阅小姐复习地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我只是 cre dunno 这是谁发生的 这个温暴盈 我只是那边 就是我的心 而天上 你们在哪里这边 吃